行政人在今天通过列出了10种罚金 1200块钱以下的轻微交通违规项目 未来不会祭典也不开放民众检举 包括了公车站10公尺内停车 并排临时停车 以及机车骑士手持手机通话等等 这也让职业驾驶们松了一口气 但是修法草案却引发了路权团体不满 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 认为交通部替违规行为开了后门 将发起北中南串联抗争行动 要全力的挡下不合理政策 车辆倒车时若没注意后方可能会酿成危险 但交通部定义这属于轻微违规 将不再开放民众检举 7号行政院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 列出10种罚还1200元以下的轻微违规项目 包含倒车没打灯或没注意行人 不依顺行方向或并排临时停车 将不记点也不开放民众检举 另外机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 戴安全帽或弃机车驾驶抽烟 以及骑机车手持行动电话通话的违规行为 未来也将不记点不开放民众检举 哪台车抽烟 可是警察来他可能已经把烟蒂丢掉或什么之类 我没有办法举证 对啊因为你这样就是没有很专心 毕竟你在骑车 政府早就应该宣布就是那些检举答人不算 警察是专业开单我们服务器 新闻的交通违规样态包含了在人行道停车 或者是在百货卖场等公共场所前停车 以及在学校门口前停车都不得被检举 而像是日前闹得沸沸扬扬 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招呼站10公尺内 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 以及消防栓前临时停车 也被列入不记点不开放民众检举 其实对计程车司机来讲是松了一个很大的一口气 你不让人家去记点的话 你怎么淘汰这些长期属于违规的这些不适人的驾驶 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认为法规大倒退 批评交通部为这些违规大开后门 最快三月底北中南将有串联抗争行动 抗议修法草案内容 记者要想用黄明镇台北采访报导